下面的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 我刚才又想我是文化土豆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一康糯米 101年前,尤里希斯最早是在大西洋对岸的美国文学期刊The Little Review上连载 他的作者仿佛徒手在文学的大陆架上撕开了一片阴云密布的汪洋大海 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企图扬帆达彼岸的读者更别提作家内心里的百慕达大三角 就连一直给乔伊斯打扣的吴尔夫也说过这本书极其无聊 翻了区区两百页就受不了了 这期文化土豆让我们和两位尤里希斯的幸存者 艺术史学家张雨林还有编辑高露颖一起误读 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天书尤里希斯 大家好 大家好 高露颖这是你提议我们一起读的书 你要不要先自罚三杯讲一讲你的感受 我已经受到惩罚了 这本书看到我生病 就是感冒上火,喉咙痛 然后整个拖延症到大爆发 深刻的怀疑自己的智商 直到现在就是我来一番家做内容的前一个小时 我整个人都是处于要崩溃的状态 是内容让你崩溃还是 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智力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和打击 我原来从来没有看一本书看到就是看到最后我也看不懂 我把整个书都看完了每一个字我都读了 但是我发现连在一起讲的是什么我完全不理解 就那种焦虑感就像我要去高考 然后我发现数学我什么所有的公式都不记得 然后我也完全不理解这些公式是什么意思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这种痛苦 所以我已经得到了惩罚 请大家原谅 好真诚啊 张米琳你原谅他吗 我还要感激他 我觉得没有他的提议我可能很少能自动自发的去就 我肯定出于我其实已经在更小的时候已经尝试过了 但是完全不能够结束我的阅读 所以我觉得要没有高高的这个提议 可能我人生当中会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了解这么一本特别不一样的书 但我理解他的感受 我觉得我们这种感受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 是出于我们读的是中文一本 乔伊斯的技巧和语言带来那种快感 就是很难特别能够体现 所以你就会更多的接触到可能他的那个 觉得无聊的那个部分吧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倒也没有想要感激 我只是我读完之后 我立刻萌生了想读第二遍的感觉 第一遍你真的是很难说 你懂了百分之十二十 因为有的他每个章节都不一样 有的章节很好懂 有的章节你根本都不知道谁在说话 他们在哪儿 谁是谁 对吧 所以一番你知道我看这本书就是评缘分 我就在想这张我看懂了 我就好开心 我觉得这张写的太棒了 然后到下一张又完全不懂 确实应该说尤里希斯是世界上那种被打开 就是完成率最低的作品之一 刚才雨林提到了中文译本 我是读的英文版 但是我非常羡慕 我在读英文版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 哎呀要是我当时也多买了一本中文版 看中文版就好了 原因是在中文里你有一些问题是不会出现的 第一我觉得中文阅读速度会比较快 因为它那个字的大小是固定的嘛 就是眼睛看扫起来会快一点 然后第二是中文不会出现你完全不懂的生词 就那个字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念 这种情况会比较少 它造了一些词是吧 它造了一些词 对它肯定造了很多词 就我有看这本书几十万字我不知道 几百页怎么也有三四十万字吧 因为我们上次读那个武侠 城邦 城邦暴力 那个是六十万字 那看这个怎么有四十万字 有人统计过有三万个不同的英文单词在里面 我们日常中肯定就用几千个 就是正常的所谓的那种母语 说母语的人 对谁来说这里面都有大量的词 一部分可能是爱尔兰图画 或者一部分是一百年前的人的一些礼语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真的是 我记得有的时候我查一个词 我现在也不能特别举出例子 就比如说我们中文会说 沙发有的人不是喜欢在沙发背上搭一个毛巾去盖着它吗 那我们中文里你会怎么形容这个词 它肯定是没有一个专门的词的 但是英文里在曾经 可能一百年前大家是有一个词的 但这个词你看了你就会完全不认识 所以我读书的时候 其实就是遇到很多词汇量上的 但我通通都没有差 就基本没有差 我就也是凭缘分 这个你们也通通都没有去读读解 还是有的地方会去读一些读解 我在第一章的时候试图去读读解 然后还翻到前面去把读解对照一一去看 然后我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所以我到第三章以后 我就完全都没有看出事了 只有我特别迷惑的 就比如说他一些人称代词 此代不清楚的时候 我会去翻那个他 或者是那个女他男他到底指的是谁 这种他都有读解的 对有的有 中文版这个读解读的就是说特别的喜 而且他最后那个就是 是那个Molly那张 他都特别贴心的把那个应该 就是应该有标点的地方给空了格 对所以就完全不一样 感觉不是你读英文那么痛苦 对它是其实是虽然是没有标点 但是它有段距 基本上就是还是把距断了的 所以以前我没有读之前 我就对最后一张充满恐惧 但是我现在看完以后 我觉得最好理解的一张 这里我可能稍微补充一下 就这本书它分成了18张 然后最后一张也是比较出名的一张 在形式感上 是小说的女主人公第一次震脸见大家 然后她就一通 这个术语叫什么 是一时流对吧 对对对 就是一口气说完了好几万字 在英文版里是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的 刚才提到的那个空格 但我也做了一个B 就是我发现我现在读小说 比较喜欢的一个 也是一个比较土豪的做法 就是我买一个电子版 然后再买一个有声版 有声版放着 然后自己眼睛就看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很多词汇 就你那个读 首先它会帮你断句嘛 然后其次是那个 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有这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你去看话剧 特别是比如说莎士比亚那种 如果你读书 你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 但是他有了那个语气语调以后 你大概明白他是 他的喜怒哀乐 其实我也有作弊 就是我最后怎么搞懂这个故事呢 是我在B站上收到了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 其实他就是有人物扮演的 他大概讲了整本书的一个故事 是什么样子 然后演得很夸张 很戏剧性 我也看了 那个就是叫做 Greatest Modern Writers 是吧 对对 然后one of the greatest modern writers 就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 一个就是这个 对对 演的还是那个演 Adasha Christie里面演的 Paro那个人 叫什么 波罗 大侦探什么 波罗 发音的什么 反正就是那个比利时人 是那个人演的 那个布鲁姆 对那个纪录片很奇怪 他很多扮演部分 好玩死了 他就把每个唱都演一遍 对 然后又出来有人评论 对有人出来评论一番 很好玩那种纪录片 所以让大家头疼的是 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是这个原因吗 因为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前后的那个逻辑联系 就你就会让你特别不耐烦 就是断裂的 你就没有耐心看这一趴 他到底在干嘛 就这样快速的过下去 然后就知道 他去了下一个地点了 但是他在每一个地点 他都会遇到不同的人 说不同的话 其实让我头疼的是 这些人的聊天的内容 让我不能理解 但是也是每个字都看懂了 对每个字我都懂 但是连在一起 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 我是会有 我不知道他的 他从哪来要到哪去 这是我不知道的 但我早就放 我就读了一阵 我就放弃了 我就唯一就说 如果这两句话 我恰巧看懂了 我就来 就是体会一下这两句话的 就有点像 我也跟你一样 我完全是意识流的读法 跟着他走 反正就是 我把它就是说 不是我故意的 就是可能我 对世界比较敏感 我就感觉是 反正就是被视觉化 被电影化了 这样说的最准确 就是反正这俩人对话了 然后就我有这个人 这个人 那个人在吃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你们关注的是细节 对 然后细节里面的情节 我关注的是结构 就是他到底 接下来又要干嘛了 他接下来又要干嘛了 他跟这些人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特别在乎这个 所以我就特别纠结 OK 然后或许这个是作者 想要让你放弃的东西 但是我们首先 为了让大家不要太一头雾水 我们三个人 就是每个人能不能用半分钟 一分钟的时间来讲一下 这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那我的30秒的这个就来了 就来 尤里希斯讲了一个24小时 在都柏林发生的 不是 讲了一个布鲁姆 讲了一个 尤里希斯 尤里希斯讲了 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 的一个居民 一个中年广告男布鲁姆 他在24小时内早上起床吃饭 然后出去参加葬礼 看剧 逛窑子洗澡 然后晚上又碰到了一个年轻人 交了个朋友 把他带回家 然后一起在花园里尿尿 看星星的故事 全之中 好 然后谁再来再试一次 高考讲吧 我可以讲那个 然后我来 我来补充一下这个细节 就是这个叫布鲁姆的男人 是一本 是一个报纸的广告商 还是一个非常普通 然后有点 有点潦倒和落寞的一个中年男子 他是一个有性功能障碍的人 然后他的妻子又是一个非常风骚的人 他有性功能障碍 对 这点我都 我没有 性功能障碍 OK 你指的是就是 他很长时间没有跟 没有跟他太太发生过那种关系 那个是心理关系 那个 好 我们待会再说 然后呢 然后他明知道自己的妻子有情人 并且在那天下午要跟他的情人约会 所以他办事躲出去 办事无目的的在都柏林城里游荡 然后就发生了刚才一番说的那一系列的故事 吃饭 参加葬礼 在外面鬼混 然后中途还去医院 看了一个要生孩子的孕妇 然后遇到了另外一个男主角叫斯蒂芬 然后他和斯蒂芬好像突然找到了彼此 成为灵魂的朋友 好 雨林 我就顺便把这个梗说了 也不是梗 就尤利西斯是那个奥德塞的拉丁文名字 奥德修斯 奥德修斯的拉丁文名字 那么他肯定这个书的结构是跟那个奥德塞是对应的 对应的细节咱们下部分再讲 如果用那个来概括的话 就是说奥德塞是用了快二十年的时间 十多年 然后呢 历尽艰险 回到他忠诚的老婆身边 那么布鲁姆呢 是那个一睁眼知道他老婆要跟情人约会 然后就故意闪出去 用了二十四个小时在都柏林里 各处什么图书馆 医院 然后窑子小酒馆里油油荡荡 最后呢 回到了他不忠诚的老婆身边 OK 那就是我的版本 OK 那现在大家大概知道了这个故事的梗概以后 我们就来讲一些关于这个小说的背景 先要不要拼凑一下就是乔伊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刚才我们有提他是爱尔兰作家 然后我就只是想一开始先说一下乔伊斯是爱尔兰人 然后爱尔兰是一个有点像苏格兰威尔士英格兰一样 他是一个民族 但是在历史长河中大部分时间 他都是英帝国的一个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属地 一部分一个省 也许是一个殖民地 就是看你站的角度不一样 在这本书讲的 就是这个小说发生的时间 爱尔兰还是英国的一个省 然后这本书的出版和爱尔兰独立是同年 二二年发生的 但其实乔伊斯也又不是一个生活在爱尔兰的作家 对吧 他其实大半生是游荡游荡在欧洲 然后他在杜布林生活的时间并不长 对 然后这本书其实是他写给他妻子的一本所谓的情书 然后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本书里面所记录的时间 就是他跟他妻子见面认识的那一天 也就是1906年吧 还零几年的6月十几 14号 14号 对 然后他把这本书写完送给他的妻子 然后可是他的妻子 嗯 其实也没有看完 可能看了只有一章还不到 然后就跟他抱怨说 为什么你总是写这么让人难懂的东西呢 1904年的6月14号 嗯 乔伊斯的生平很容易去查嘛 但是可能和这个小说有关的 我记得 你是想说生平 对对对 他是 他1882年生在杜布林了 然后我觉得跟这书比较相关的就是一个他少年时期的教育 实际上是纯粹的天主教教育 而且是耶稣会式的 耶稣会式是以两个出名 一个当然肯定是严格的天主教的一派 然后还有一个是他们基本上是学识建成 嗯 就明代啊 在咱们国家传教的 传教式 都是耶稣会式嘛 李 所以是礼仪之争啊 什么都是耶稣会式来的 至今为止 就是其实现在在北京有很多大学的这种古典学的 或者是表面上是英文的老师 也仍然是耶稣会式 哦 对 我以前在北大的时候就碰到过一个 嗯 对 他们都是学问很渊博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乔伊斯在严格的这个耶稣会式的 这个 可能是男子学校吧 就当时读出来跟他这个非常渊博的一个知识体系 还是有关的 当然他肯定是个求知若可的孩子 嗯 然后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也在挣扎 是自己是不是要去做教师 后来在16岁左右吧 还是就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到了完全的另外一面 就是强烈的反对天主教 反对这种反对这种信仰 嗯 我觉得这个这一点 就是他少年时代这个经历 跟他后来离开杜柏林 离开爱尔兰 去巴黎 但是当时谁想要自由都先去一下巴黎 对 巴黎再看再去哪 他离家以后就去了巴黎学习的就是医学 所以其实他整个的人生经历 跟我们尤里希斯这本书里的史蒂芬非常像 就包括他其实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家庭 然后他生活在是一个阿尔兰独立运动 包括他的父亲酗酒 然后他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最后他曾经犹豫 就是犹豫过是不是也要从事天主教的这个视野 但最后放弃去巴黎求学 在巴黎认识了他的朋友 那这个朋友就是这本小书里 穆里根的一个原型 然后跟他的朋友们混在一起 每天过着有点浪荡子的生活 跟斯蒂芬的整个遭遇非常像 那我们可以其实也可以理解为 这本书里面斯蒂芬的某些 异语也好 或者是他的意识流的一些描述也好 其实就是作者本人的想法 如果他可以简单的概括成一个人的话 因为在尤里希斯之前的那本书 Portrait of an Artist as a Young Man 这本书里斯蒂芬就是主人公 然后那个东西是更像一个半自传 文学自传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好像还记得 乔伊斯曾经也是受过唱歌训练 然后有点 他是一个很喜欢音乐的人 他还曾经有点想去以此为业 当一个职业的 肯定不是那种流行歌星 不是那种boy版的 是 唱歌剧啊或者是这种 像跟天主教会有关 他肯定有那种唱团啊什么的 对 他小时候 他反正后来是很喜欢音乐 在这本书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书里有很多 对 曲谱啊之类的 也有一段跟音乐相关的讨论 什么瓦格纳还有什么之类的 而且我记得他是一个 其实乔伊斯的生活他并不富裕 医生也没有当医生 然后神父也没有当神父 然后歌唱家也没有当成帕瓦罗蒂 但是他一生都很喜欢音乐 因为是个才子嘛 写东西赚钱一直有 有那种美国有一个贵妇 一直在秘密的资助他 然后大概每年给他多少钱 然后他就其实一辈子都是活在这个 这种赞助人的资助下面 然后他搬了很多地方 无论他搬到哪里 他都有一架钢琴 他都去听歌曲 因为那个还是属于比较上流社会的消费 是蛮贵的 所以可能他的书信集或者是怎么里面 有那种他跟他老婆之间的 就是矛盾经济矛盾 他老婆就抱怨他这种比较奢侈的生活方式 明白 而且他去听歌曲是 就是他肯定是一个天才 就比如说他去听瓦格纳的歌曲 他觉得是一个天才和另外一个天才的对话 所以他是连可以一连听一个礼拜 每一场都听 直到他把这个歌曲倒背如流回家了 来能够把曲子和歌词都写下来 然后来研究 这是一笔很大的消耗 难怪他会穷困了道 对吧 你就相当于你这一个礼拜 听歌曲就花一万块钱 所以 但是就是应该买学生年卡 我记得我在巴黎的时候 都是买学生年票 但也许那个就已经是 社会主义兴起之后 才有的事情了 他生活的那个年代 还是狂热的资本主义年代 是是是是 现在都是26岁以下就可以 然后他生平中还有 我们知道他在巴黎生活过 他还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叫Triest的地方 对 离克罗西亚 就是克罗西亚 对他也不算意大利 算奥匈帝国的一个地方 他在意大利 法国 西班牙 他在欧洲很多国家都 苏黎士 对 都 都 都 流浪过 应该叫流浪吗 他属于这种叫自我的这种竹放吧 他不愿意带在阿尔兰 他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太记得 但我记得他是十二指肠溃疡死的 对 但他后来也得了眼疾 他有一只眼睛失明了 他眼睛失明是很那个的 就是到了好多肖像都是一边眼睛 对 所以其实很奇妙 你看他后半生基本是在一个游荡的过程 但是奥德赛也好 尤里西斯也好 是一个归乡的故事 就是他最终回到 奥德修斯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但是乔伊斯他最终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杜柏林 所以我在这本书中常常会觉得 他对杜柏林好像没有爱 虽然他事无巨细地描述杜柏林城市的风情 可是我觉得语气中流露出来的是 对那的人没有什么爱 是讽刺的感觉 我记得一个特别有趣的说法 就是写《发条城》是一个英国人 Anthony Burgess Anthony Burgess很喜欢乔伊斯 但他也很了解爱尔兰 所以他就说乔伊斯离开杜柏林的原因没有别的 就是在那没法写作 因为每天男人都在酒馆里 说太多话 该说都说完了 回来就exhausted 完全不想再写任何东西了 说真的是这样 他说二男人 就是二男很多男的 其实乔伊斯自己也有对这个 我忘记他是怎么反讽 很多男人就是在酒馆里待很长时间 然后见到谁都 一番来跟我聊两句 高高来了 就是非常的 其实他们聊起来又好像很戏剧化 每个人都像演员一样 对话题很漫无边际 但是这个话题有的时候会非常粗俗 有的时候又极其的高雅 对他不是那种small talk 对吧 他不是寒暄式的 对不是 也不是我们说谈天气 就谈的是很具体 对非常具体的东西 这很奇妙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安特尼说的也有点道理 如果你就是很投入 谈这么就费心分离 每天在谈的话 每天在讲话的话 回来就根本就什么也不想写了 对我读这本书的时候 前三分之一 因为不太能明白他们在聊什么 但是会给我一个很强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欧洲的一个小说 我在英国生活 生活在伦敦你难免会有大都会沙文主义或者首都沙文主义 你就会觉得爱尔兰是一个边陲 然后都柏林是一个小城 但其实在那个时候确实也是这样 他不但不算一个小城 他还是所谓这个不列颠岛这几个岛里的可能第二大的城市 但是他是一个殖民地而且被殖民了几百年 我就觉得他们会有一种那种宿命或者那种哀怨 那种哀怨就是只能够戒酒消愁 只能聊一聊 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新闻里听到的兴奋党啊什么的 在那个时候已经有了 就是有这个民族主义的独立运动 但是大部分人 他们何止是只能聊一聊 全炸了 没有那么只能聊一聊可能 就是说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就是作者有一个目的 就是想塑造一个和欧洲历史和欧洲人文历史关系很紧密的爱尔兰 就是通过这本书啊 就不管是他借用就是河马史诗的一个壳子还是 或者是甚至包括天主教的东西 他喜不喜欢是一回事 但是毕竟这个东西把把他们和就是希腊和意大利和整个天主教文化联系的更紧嘛 然后相反如果我们再讲到脱欧的时候 英格兰它是一个就是在亨利巴士的时候就已经脱离了天主教怀抱大家庭的一个东西 所以他做这件事情就也是我觉得是一个他对爱尔兰独立的一个一种贡献 或者是一种就是比较自大的贡献 就是说爱尔兰还缺一个文艺伟人 然后我要来充当这个角色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要把爱尔兰的文化爱尔兰的市井的非常草根的文化和和欧洲的历史和欧洲的这些源源都发生一个关系 他也不是说我们是基督教的孩子 他反而通过批判啊嘲讽啊这些东西他反正发生了一个关系嘛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会觉得他生活在巴黎也好 或者是生活在日内瓦也好都还OK就没有那么离家 对因为可能对他来说瑞士有什么卢梭 然后那个巴黎有福尔泰对他来说没有那么 他的语言能力也是这几个语言都会讲的嘛 所以你把就是欧洲文明是同样的一个文明的家对他来说 对吧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可能不一定有那种没有那种克死他乡的感觉 可是就是我印象特别深 可能他离家在要写爱尔兰 除了我们通常所说那种你离开了才怎么样 我记得海明威他就快很老很老的写了那个巴黎是一场什么流动的盛宴 就Paris is a mobile feast 但他是有点计时的写法纯粹计时的写人写事 但是他在那个有一篇文章里就写了 他说我特别希望我多么希望我那时候就能写巴黎 但是巴黎就是这样你就是你在里头说你没办法写巴黎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但可能也确实你 熟人太多 应该是这个意思 而且对还年轻啊得跟他们混 反正让我有一点想起 可能你不知道就是有点像 但是他写的时候也很年轻啊 写这个美国有多老 就你想你有的时候像你一个老年作家可能对以往的事情反而细节特别特别清晰或者是怎么样 但那个时候会不会又害怕写了东西会被年轻人说已经过时了或者是怎么样 不会啊 那个时候就不害怕了 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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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怕 我们是确实如果你去看他写这本小说有非常多的就是杜柏林的细节 他是从图书馆里借了拿了杜柏林的地图这是肯定的 然后还拿了杜柏林的相当于那种电话本工商登记 所以他写的每一家店谁住在几门几号都是真的 以至于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最终得以出版的时候在杜柏林大家很兴奋的事情都是互相问你有没有被写入书里 所以我觉得他牛逼啊 他还是很牛逼 这整个我觉得这整本书啊 他其实要写熟人就全是熟人 对吧 就是说他这整本书就是像一个艺术作品 就是我想说他牛逼的地方就是他其实 他其实你要说这个 比如说你说你一会可能会说什么淡定寺成义寺啊什么这样那样 就各种观念性的东西 各种各种很现代主义的东西 但是人家没有一个用的是抽象的东西 等于说全部全部就是食到不能什么牛腰子啊 什么那个哪个哪个坟地的哪种草啊 什么哪种鱼游在哪个海滩的水里面 那么多种鱼的名字 全部是非常精确的事实 但他组成了一个从概念上来说 是当时啊是全新的是一个现代主义的 就是经典的作品 其实是一个观念性非常强的一个艺术作品 而且可能从你的考古背景来讲 你会觉得如果火星人拿到这本书 是不是都可以重建爱尔兰 那些都不令人的生活 对至少从那个气息和那个感受上 可以重建很多 可能东南西北他不见得 因为他太意识流了 一会坐电车从这 那鬼知道是从东到西还是从北 我曾经看过一篇陈丹燕写的文章 然后他说他大概去都柏林了四次 每一次都带着这本书 然后他会发现他就把它当成一个地图 就按照这个书里面写的地点 他会去游到游历整个都柏林 我觉得这不是为打开这本书的一种方法 如果你实在看不懂这里面的内容的话 就是干脆去参加一个这种旅行团 肯定有游历四次的杜柏林这种special tour 这是一个工业我想可能 而且反而在书里他提了一句话 就是这句话你肯定看出 他这本书里有特别多人的那种 闪一下的想法 他就说应该玩一个游戏 就是在杜柏林从A走到B 不经过任何一家酒馆 他就说这会是一个挑战 对绝对的 绝对的绝对的 这个是这个是 我其实还想分享一些关于 因为我学法律的 然后我在看这些背景的时候 发现这本书在法律 这个案例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 因为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 我们刚才有提 1918年开始在美国 是芝加哥的几个人 搞的一个小的评论杂志 叫The Little Review 是几个女性主人出钱做的 他们就开始连载 他们连载这个作品的原因 是因为这本杂志的海外文学编辑 就说美国之外的 是Ezra Pound 叫庞德 庞德 庞德是一个很好的诗人 然后庞德其实鼓励过好几个 就是英国或爱尔兰的作家 其中一个就是Elliott George Elliot也是 庞德一直鼓励他出版 然后乔伊斯也是 当时其实庞德当他的编辑 就已经删掉了一些 比较露骨的性描写了 到后来大家也会知道 这不属于性描写 只是说他就是看到一个东西 他就说这是什么 他不会找一个委婉的话来讲 但无论如何 最终这个东西 还是被美国的审查的部门 那个时候可能道德警察比较多 其实最开始是一个女人 是一个文艺女青年 她是这个Little Review的读者 她读到了这个东西以后 她爸是一个 打这种道德警察官司的 她就跟她爸说 你看这个东西太肮脏了 你一定要去把它 其实对 就是海滩有一个 其中讲的就是布鲁姆 下午在一个海滩 然后有一群人在那 遇到了一个女孩 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孩 然后他们彼此歪歪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布鲁姆做了一些 一些事情 她自慰了 这姑娘就掀开裙子 他们导的那个角度 可能有一个高低的这个差 然后那个女生就有点 把裙子掀开给她看 然后其实也没有外人 然后布鲁姆 也在一个石头旁边坐着 然后手就放进了她的裤兜 然后就做了一些事情 最后这个书 其实有很多内容 最开始就是这个事情 就让这本书进了 美国的这个禁书的这个 可是我觉得这段应该是 相当干净的一个 相当古典 而且还挺美好的 最开始就是所谓的这个杂志就被查了 那个还是18年19年的事情 罚了美人罚了50美金 就是说这些杂志的出版人 罚了以后就没有人再出这个书了 这本书的出版最开始就是刚才雨林提到在巴黎 而且是Shakespeare & Company 对 Siavia Beach 一个很有名的那个书店女主人 就是Shakespeare & Company的创立者 然后 支持好多人 非常 我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这又是一个女人 刚才最开始看到她的这三个 这个独立杂志是女人版的 然后这个莎士比亚 这个书店的主人是女人 这个出版的其实是非常潦草 和便宜的一个出版 据说当时那个第一版本 现在卖几十万美金了 那个第一版本的那个封皮是 那个书里就印清 最好是建议你们自己再装定一次 因为这个 因为实在成本有限 成本有限 然后 然后在法国出版了以后 蓝灯书屋就有了买了这个版权 买了这个版权以后 他们知道美国不让出版 所以他们就一定想要去打一个官司 然后才能把他 把从这个禁书单里给拿出来 对不起 然后就讲的比较长 然后这个官司是怎么打 蓝灯书的老板就专门 就是去安排了 因为这个审查是海关 和我们今天在飞机场有人查一样 安排了有人从法国寄了一本这个书来 然后他就去跟匿名给法国 给美国海关打电话 说几月几号几天 哪个船上哪个人带的行李里 有一本尤里希斯是禁书请去查了 他们还非常的有心机 就是在这本书里放了很多欧洲批评家 对这个给这个书写的书评 都是赞美的书评 然后因为他们是希望这些东西一起被作为证据 在法庭里被展示 而不是说他们需要去单独要求说 哇我还有一个证据 法官也许说这个东西无关 所以他们就说这些书评好评得一起被抓到 结果那个海关拿到了这个东西以后 并没有 并没有就把他说 那这个东西是你不能带这个东西 但这个书呢是兰登书的 那你就他就直接寄给了兰登书 然后兰登书的律师拿到这精心策划的这个东西又不行 他又反正又想了一个什么办法 又直接去相当于自首了 说你看我这有一本禁书请把我抓了吧 然后就有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一个很特别的就是 他是梅利坚合众国诉 他不是诉乔伊斯 也不是诉兰登书 而是a book called Ulysses 所以就是有可能是 对是这本书本身 然后说他是色情文学嘛 就基本是把他当一个皇书在进 又有很奇怪的一个事情 对不起我这讲了好长啊 没事有一个法官是吧你想说的 对这个法官他放假之前 他在判这个案子放假之前 他就带这个书跟他一起放假 然后看完 看完了以后 他就觉得这本书没有问题 他就说这本书 他觉得尤里西斯是一本真诚的和诚实的书 这本书里写用的很多词语 很多人说他是肮脏的 其实他们就是古老的萨克逊的方言 而且所有的生活在那个地方的男人女人 他们就是用 他们说话就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在对一个美国听众 他就说乔伊斯不过是在试图去再现他们的话 然后至于这里面 这些人他们日常的心理活动中包不包括信啊 包不包括这些 然后他就说我们必须记住 这个故事发生的地点是 是凯尔特人的地方 然后当时的季节是春天 好种族主义 对有一点种族主义 但是也有 他也许是通过这个 对他也反正就是想让他过 对可能是好意假装傻 然后让他过 然后美国的这个纽约的检察官就 申诉吧 又去申诉 然后那又到了更高一级的法庭 这个法庭上最后三比二 还是让这本书出版了 当时的这个法官说的话 也就是写在最后的这个意见里面的 也很意思 他就说 法官是这么说的 他说艺术当然不能 不能被要求 必须从在传统的这个表现形式上来实现进步 他说在艺术这个领域里 没有什么比限制实验性 实验的权力更令人窒息的 然后他还提到了大约一百年前 比如说在审查拜伦啊 这些的事情 他都应该让我们警醒 这是一个愚蠢的判决 而且本身可能就是有罪的 然后他就说 这是给所有要去限制创作者工作边界的人 应该是一个警告 他说我认为尤里希斯是一本有原创 有原创性和真诚的作品 而且他没有促进信誉的效果 因此他不属于法律条文 这个禁止的范畴 即便他会冒犯很多人 反正他就是说他的标准是 这个东西年轻人看了以后会不会发情 不其实这句话也很真诚你知道吗 有很多表面上掩盖是比较古典主义 比较浪漫的作品 实际上有这个效果 但很多有比如说现代或后现代作品 好像是有什么器官 但实际上完全没有这个效果 他是想写一种东西 你明白就是他这个法官这句话 就看似就是有点就是简单粗暴的 但实际上是很有其深意的 大家继续想想你们的经历 我有一个疑问 金平梅在中国的历史上曾被禁过吗 在中国的历史上 就是在共和国历史上 不是共和国历史 就是在他发行的那个年代有被禁过 应该没有吧 看来我们还蛮开明的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那个宗教来管全世界 就没有政教合一的这个这种历史 我也不知道 但在法庭上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白 就是法官问辩方就是检察官的律师 说你到底有没有看完这本书 然后这个人就说 其实我二几年 因为这个审判是三年发生的 他说我二几年就企图看 然后翻了好多页 然后实在看不下去就没看了 然后这个法官又说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想问你这次 你判你就是这次你看没看 他就说 我现在没有这个原文 他那大概的意思就是 你要问我看了这本书没有 但是你问我的时候 我现在就突然注意到了 你的那个领带上 现在有一个金色的什么扣子 然后我又看到你背后有一幅画 然后我又想起了什么什么 他就扯了一大堆 像乔伊斯一样 像这本书里面的 对他就用乔伊斯的那个写法来写 然后法官的回话就是说 我从你的回答中已经明白了 我已经对 我对你的回答已经满意了 而且我不得不说 就在我回答你的时候 我还在看你身后的椅子 是什么样子的 哇这个好educated 两个人都 很棒很棒 简直是现代主义 好精彩 我觉得这个整个故事 是一个非常现代主义 精进的故事 应该把拍成电影 把这法官啊 前一个读的人啊 什么的 就包括蓝灯书这些人啊 什么就全都给 其实是可以成为 一个挺有很趣的电影 很精彩 我们要这个版权 对对对 任何人不得道用 对然后这就是我刚才 就是特别拖泥带水的 介绍了一下出版的经历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雨林 有没有时间去看 就是就是乔伊斯和艺术家 是他们 你有去看就是什么 未来主义的什么吗 他有 我倒没看未来主义的什么 他就是他有一个 很好朋友是个艺术家 但是这个艺术家 本身不太有名 但是他说了一句 很有意思的话 我查了一下 这个这个艺术家叫什么 他确实不是一个 有名艺术家 所以叫 好像叫Frank Budgin 之类的 就是不是一个 特别有名的艺术家 他一直跟这个艺术家 是好朋友 但是他问过 这艺术家一句话 他说你还一直没告诉我 你怎么想 我最后那一章 就是写那个 他老公 我去 莫里那一章 就是 然后这个艺术家 回答了一个词 我觉得是对 乔伊斯和整个 不是现代主义小说 现代主义艺术 和现代主义精神的一个 他说你这个就是Cubist 对 其实Cubist 比如说 利加索 毕加索画的那个 大家都知道 那个阿维农少女 就是大家 哇 第一出来 大家就觉得 哇 很震惊 其实 毕加索 它的意义 更在于一种 它对现实的结构 就是说 就是这样一个 这个立体 立方体的盒子 一个Cube 但是我把它压扁了 等于说 从各个角度去画它 然后把它们 再凑在一起 放在一个平面上 再放在一个平面上 但是非常简化的一个解释 大概的 意思的方向 就是这样 我觉得它更是一种 对现实的解构 然后把多个维度 都重拾展现 所以乔伊斯 其实他比如 他特别是他最后这段 对吧 他一会儿 飘到这 飘到那 飘到各个人的身上去 然后再把它 在同一个维度上 展现这个女人 他那个回答 我觉得其实也是乔伊斯斯 很多其他章节的一个精神 对吧 他一会儿会 比如那个神父 他说那个神父 搭了电车去什么哪 好像第十章里那个 然后 但是他其实又抽回来 从另外的角度 就乘复在电车上的时候 这个人在干嘛 干嘛 怎么想 那个人在干嘛 其实就是把时空也是这样 把一个立体的 是是是 牵压扁 然后再从各个角度 都把它又重新组合在一起 就是一种对现实的解构 然后 所以说 毕加索不能说是一个 纯粹的抽象主义者 没有人说毕加索 是一个纯粹的抽象的 那像康定斯基 或者像后面的蒙德里安 那样的抽象主义的 于是说 它是一个就是想是立体主义的方式 来解读这个世界 所以总而言之 艺术家朋友对乔伊斯的 这个尤里希斯这个反应 就说他是一个cubist 我觉得这个很到位 对 我觉得非常准确 非常非常准确 我就记得这个回答 我觉得非常 其实其实是很经典 这也是现代主义精神的一个挺重要的一面吧 就是说 他可以玩 就是像蒙太奇一样像电影 就是在时空当中靠意识流 把各种东西弄到同一个 或者你说文学上就同一个章节里 绘画上和同一个画面上 这个还是一个挺重要的方面和一个挺重要的环节 在向后面 在向后面的各种主义发展的时候 对 非常准确 就是这本小说 也是刚才于林讲完以后 我突然一下就觉得就是 很多人说它是一本意识流小说 但是你 它又在意识流的基础上 有非常多的现实写实主义的描写 然后他们彼此是穿插在一起的 可能某种程度上会造成障碍 但是你抽离出来再去看的时候 其实你是能够看到全貌的 对的 它跟吴尔夫的意识流就不一样 对完全不一样的 我记得我们在误读会第一次说写实 可能真的是读包法利夫人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时候佛罗拜是开启了写实主义 但那个时候的写实是有一个 不管是第三人称还是一个人 我们都在告诉你他在想什么 然后是人变了还是 还是写实变得更写实了 还是没那么写实了 这到底在不在写实 我把这个问题问完 就是说到了乔伊斯的尤里希斯的时候 我们也说他写实 但是不管是从第三人称的叙述 还是第一人称的内心 我们都不确定他到底在想什么 他都变得很模糊 他视角不同 等于说包法利夫人他还基本上是 但是佛罗拜其实有很多 他的现代性已经有了 但是就现在不说 就是比如包法利夫人 或者更现实主义什么迪根斯那种 就是双成记啊什么的 他还是比较是上帝视角 就是说我在空中看 高高现在在点头 他穿着一个蓝色条纹的衣服 而且他的逻辑非常清楚 等于说他能看见 他能像作者像上帝一样 可以讲所有人的心理 然后都 但是都是朝着作者这个启程转合讲的 然后但是这样就是说 他其实乔伊斯 他是一个综合的 他也有上帝视角部分 说好像他看见每个人在怎么动 但是他突然钻到你脑子里 那一番就觉得 我今天下午就 这个就是说 这个装修的声音一直把我搞得最烦 然后其实我在想别的想弹 但实际上这个事情 只是你的视角 所以你的视角并不代表 整个所谓客观的世界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客观 然后他在跳到高高的脑子里 我可能正在杀杯子 然后我又想个别 对对对 跳到我脑子里 所以说读者看不出一个前方 而且跳跃的过程中的人称子带 是非常模糊的 我不仅是在说 他作者选择跳跃 把视角转变 像立体主义一样的转变 而是说即便是在一个人的立场上 可能他本身 比如说布鲁姆说的一个词 或者一句话 或者一个意象 他也是跳跃的 他不仅是跳跃是不清楚的 他是很多意的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我随便翻一句话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即便是以一个人的角度在说的一个话 也比包法利夫人想的事情模糊很多 然后我就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导致了 因为我们开始提现代主义这个词 是什么东西导致了 是人真的人的内心变了 还是是什么东西改变了呢 我觉得对于现代主义精神来说 很重要 当时你反复重复那法官说的 他说这是一本真诚的书 对吧 其他他也说了好多词 但好几个法官说这是一本真诚的书 我觉得现在主义者至少从各种意义上来说 你不是以前还问过建筑什么的吗 他们都有一个讲法 就是做到一个更真诚 更诚实或者 比如说建筑他会使用更多的暴露材料 更少的装饰 对吧 就是这是什么大理石 就是这石头这钢就露出来 把结构都露出来 不要那些花纹啊 什么灰浆啊 雕割天使啊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至少现代主义者在体现现代人 就他同时代人的是肯定是更真诚了 就是现代更现代人的想法 就是摩登呢 并不是说我们哈 摩登人的想法肯定是更接近于乔伊斯写的 而不是那个原来的那些 那是不是是因为肯定有人已经写过方面的论文了 我就在想是因为科学吗 是因为我就能想到的几个原因 是这最背后的原因是因为首先就是大家真正意识到上帝不存在了 所以就其实就有点慌了 或者是就都不所有东西都不确定了 然后包括到后来可能爱因斯坦是晚一点 然后才告诉大家 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观察到这个宇宙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还是说就真的是出现了电车出现了装修的身影 让大家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了 也不是 就是这个破碎的来源是哪里 我觉得它还是挺重要的 比如意识流的发现 就是我突然忘了法国那个哲学教教什么 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现在就是他说的这个A long的V 就是说你的你的你的人的想法 从来都不是一个连贯的启程转合的 我在说话这一刻 我就同时就是就像那个法国人说 我看到很多东西 我脑子里的就是就是泥沙俱下的一个一个碎片 只是说我的一个意愿 或者我的一个跟那个现实生活或利益有关的一个 这个利益是打引号的 并不说是一个一个金钱方面的 就是说有关的跟功利目的 有关的一个强烈的意愿 能够把它找出一个线索来 比如说我现在就努力在集中在谈尤利西斯 但实际上人的人的这个意识当中是 是很多就是完全是碎片状的 那为什么荷马或者是弗罗拜没有写出碎片状的东西呢 他为什么会觉得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比较整的呢 因为他当时可能首要任务 难道你说他们不真诚 不是但是当时他们的首要任务 当他们的urgency或者priority 并不是揭示individual的内心 对吧 他并不是说你个体的内心感受 是当时他们写作的首要驱动力 或者是 他更在乎是故事跟目的 那蒋耀斯丁没有想写内心吗 难道蒋耀斯丁不是想写 这些女孩子们的心理是怎么想的吗 蒋耀斯丁还是有一个东西 他就是他已经其实好 其实已经提外了好多了 对对对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东西想 比如说我对 是这样的教育 他可能还更 会不会被禁 他可能还更在意 他的读者能不能够理解 他要传达的东西 但是乔伊斯似乎不是很在乎他的读者 能不能懂 对对对 你说的这个特别对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是有一个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什么作家 他打了一个比方 这作家谁我也不记得了 然后反正是一个当代的人 他就说如果你去 我也不记得 他说比如说弗洛拜 他就说举的例子不是弗洛拜 他就是如果你去弗洛拜 或者是说你去狄更斯的家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篝火 然后有一个沙发 然后他给你倒了一杯葡萄酒 等着你和你聊天 他说如果你去了乔伊斯的家 你就会发现地上放了一些蜂窝美 然后还爬着一些 还爬着一些扇鱼 然后他正在厨房里 也不知道在捣鼓什么东西 然后也没有来理你 他就说但是你要知道 乔伊斯的这个 虽然对你不是很友好 但是这个是the real thing 对 就是没有想过要包装 OK 实际上是努力揭开包装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变成 迪根斯的代课方式 但是很难变成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 小一丝的代课方式 对吧 这可能是努力的 这可能就是我看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 界面不友好 对 对界面非常不友好 对读者也不友好 然后又所有的人都说 它是一本伟大的书 我就真的中途几次在想 这是不是虚名 就是因为大部分人看不懂 才觉得它伟大 但是我全部都看完以后 我又回过头去想 就是有哪一个作家 能够做到像乔伊斯这样去 使用文字 使用文体 我觉得好像挺难的 它真的是 它那个掌控力很奇特 也不能用简单的说 文字的掌控力强来说 它真的是有天才的 我觉得是天才的 它有 它有 它有很 我觉得它牛的一个地方 像我们以前也说过 就是这些现代主义者 就不管他们都是要讲究要求心 像包括波德莱尔什么的 他们手底下活都特别好 这个活就 我记得有一个 正好 埃略特有一个评论 还不是埃略特 是一个英国的杂志 叫做Egoist Egoist 是在英国最早出版它的 出版了一些 就是片段性的 但是这个主编 最后还是就用道德 实在受不了 这个道德上太那个了 但是林肯他 他比如他说这是 尤利西斯是 比乔伊斯先生写过的 任何小说都更苦毒 更肮脏 更挖苦的胸 他认为啊就是这个 奥廷总认为是 对人性的极端侮辱 但是连他 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 说作者对文字的驾驭 出神入化 能表现出任何 他想表现的东西 肃穆的东西 反讽的东西 让人作呕的东西 陈词烂调的东西 挖苦的东西 就是他的在技巧部分 对所有这些文学相关的技巧 包括对结构的技巧 包括对节奏的技巧 这都是无人能及的 反正乌尔夫也是 乌尔夫虽然也 最后是还是 本来他和他先生 做的小出版社 想要出这个书 最后还是放弃了 就是觉得 有些方面太受不了 他还是觉得他不体面 而且会无聊 所以呢 乌尔夫就想来想去 还是放弃了 但是他也是 反正觉得他是一个 不得了的书 然后我再说一点点 因为埃略特是他的一个最大支持者 所以埃略特在这里 给了他一个 以及就荒原 就其实有点像 一个伦敦版的 对 因为埃略特也是 现代主义文学家当中 对吧 不能你说 不可以绕过去的 他是在说 他为什么要用这个 奥德塞这个故事 来做他的一个 一个结构 他就说 乔伊斯会使用一种 古代传说做框架 目的只是为了把当代历史 纷然杂成的庞大全景 给控制住 条理化 使之变得有形象 有意涵 所以很多 很多其他的文学评论 也认为 就是乔伊斯 他之首要使用这个 古典的这个结构 是因为真的是要约束 他自己的想象 要不就像高高双 完全就是 太像火山一样 就把整个结构给烧掉了 所以他严格的 跟这个对应的 而且尤利西斯 既是最无拘束的小说 又是最绿籍的小说 任性与绿籍之间的 丰饶张力 让他成为了 唯有现代主义者 他打了括号 因为现代主义 寿惠于古人 又不为古人所佑 才写得出来的小说 他绝对不是把文学传统 晾在一边的 但丁 莎士比亚 荷马的身影 在书中 谁促可见 确实这也是 乔伊斯具备了 现在好多 伟大现代主义的一个特点 他们对古典传统 完全是不陌生的 非常熟悉 在实用的时候 你就发现 他是信手拈来的 而且是宣纪派 完全在宣纪派 宣纪派 那既然刚才 那个语林提到了 就是和这本书 和奥德塞的关系 所以我们稍微可以 聊一下这些 我先把最简单 和最表面上的东西 先介绍了 我们知道 布鲁姆是奥德修斯 然后史蒂芬 比他年轻 在这本小说里年轻 他是泰雷马克斯 相当于他的儿子 对吧 然后奥德修斯的老婆 皮奈洛皮是忠诚的 刚才我们有提到 毛利是他的反面 刚才你有提到 这本小说 为什么伟大 我会觉得 也不完全是说 要随便找一个古典的 一个东西来 而是说这个东西 还是能 还是有一个 他要塑造一个 还是一个 也许是为了现代主义 来塑造一个现代人 就是一个现代的 另外一种英雄 对的 对的 是的 对吧 就是因为奥德修斯 是古典时代的英雄 然后 所以他要找一个 有了地铁 有了电话 这个时代的英雄 居然是搞广告的 我觉得他是反英雄的 他其实是 消解英雄的 那个意义 因为布鲁姆在 这本书里面 他真的跟英雄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非常的平庸 然后虽然他看了很多书 他有很多很好的想法 但是他 有点懦弱 然后 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朋友 也很孤独 就是我觉得他所有都是反英雄 他是反古典的英雄 古典的英雄 是要力气大 对吧 要能够英勇杀敌 我觉得作者在这儿要想的是 我们首先不管布鲁姆英不英雄 我可以写60万字摆在这儿 他是不是60万字 我不知道 他的一天 可以是这样的 他的一天 就可以让你们的这些文学系的人 去分析那么几十年 他就起码在这个层面 他就已经 而且我写的东西 都是关于这个人的日常 和他的所有的琐碎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也是在塑造一个 按照这个来讲 是一个蛮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东西 就是普通人 也是伟大的 这本书 所以在国内 普通人也是英雄 OK 但Bloom 已经Bloomstay都有了 对吧 对 14号咱们应该都来读刘利西斯 对 我同意你的意见 但是他其实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他肯定是当时那个 我那也是开玩笑的 对 资本主义讲究个人价值 Individual的意义 但他确实 他这个对比显得很多差很大 一个是奥德赛 对吧 一个是一广告商 确实像高高奖那样 就是也搞不定 老婆也没搞定 然后年龄又大了 儿子也死了 还是一个犹太人 然后被那些天主教的人嘲笑 对 但是我同意 他这些都是是通过这些 所有的特征来 就是波德莱尔说过一种 所谓的现代的英雄 就是说每一个人 乔伊斯也说过 他说Bloom就是Everyone Everyone Everyone 或者是 No man 对 他两个都用了 他说是Everyone 或者是No man No man就是直指 对的 对 其实No man或者 对又是Everyone 所以他就是说的 在波德莱尔就是提倡说 在现代的生活当中 就是每个人都应该是 就是说实际上是最伟大的 每个人的 特别他说每个人的 而且是每一个瞬间 你现在生活的这个瞬间 就现在这个时候 Modern 他就是拉丁语当中的 那个Modum来的 就是现在的这个瞬间 所以他就是 而且他也只写了一天 他也好几次说了什么 关于时间和关于瞬间 说人生就是 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说 人生就是这样一天又一天过去的 而今天这天就要结束了 还在这里面写了好多这种东西 比如人生只有一次 幼体只有一句 但是这个伟不伟大 你得有 好像还是有一个条件 比如说这本书里出现的 我们说布鲁姆是美大的 但是 但是那个传教士就未必是 传教士是什么 就是那个father 就是 father call me call me call me这个名字 其实在英文里就是骗我 然后 他就是一个 他就是那个特别和美 特别甜蜜 然后特别想要平静的 但是他就未必是 英雄 你就还是觉得 因为布鲁姆是英雄 我觉得还是因为 他有神 英雄的审美 后面有讲 其实有讲他老婆出轨 他回来怎么想 什么的 他有很多问答 就是你怎么能想得通 这些事情 或者是什么的 反正最终他都能够 拔高到一个 拔高 他真的很拔高 最终他都会说 好像 好像是说 就特别自我合理化的 一个过程 是因为天上的星星 对这件事情并不关心 他并不在意这种事情 但是你要这么想 就是说 你不论怎么 怎么一个事 其实在 我就乱说他 因为在现代生活中 你个体碰到的问题 比如你个体 你很难去碰到 一个世界大战 或怎么样的 世界大战是个大问题 但是很难是你个体 真正能够 就是说 真正个体 面对面的一个问题 那你个体碰到的问题 你老婆出轨 就跟当时奥德赛 要杀一屋子人 这个难度差不多 他怎么克服 对吧 他怎么克服老婆 住在今天出了鬼 在这房子出了鬼 然后他自己 还回到这儿 一个状况 就跟奥德赛 回到那宫殿里 杀了一屋子人 就是雪剑 整个大清 实际上是 同等重大的一个事 但是在他脑子里 他不需要有这个历史意识 对他不需要 对他不需要 因为奥德修斯本人 也没有历史意识 对就是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现代生活中的 一个问题 现在生活不可能说 一屋子求婚者 等在那儿 等着你来杀他 杀他们会怎么样 但你说的那个是 外部环境和条件 制造的一个难题 但是我觉得在 布鲁姆的这个经历里面 因为他的内心 是那么的丰富 他的大脑 其实有点像 就吸了毒一样的 就一直在工作 你就觉得 即便他没有遇到 这种道德判断 他即便就是去 澡堂子洗个澡 然后在里面 想到的东西 都是深不可测 或者是非常丰富的 不那当然跟有 刚才跟乔伊斯有关 如果你学问 没那么大 所以也并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是英雄 你不能 就是说 虽然乔伊斯想说 每个人都是英雄 但是也得是 乔伊斯笔下的人才 他可能歌颂的 并不是说布鲁姆 可能他布鲁姆 也是一个知识分子 我觉得他真的不是歌颂 他只是在描述 描述一个普通人 就是布鲁姆 但是他为什么 把这个普通人 给他放在 这个奥德修斯 和马史诗的这个框架里 因为你会发现 他遭遇的很多事情 跟奥德修斯是很像的 他就是想说 这个事情 每个人都是英雄 或者是他想表达 或者英雄就是每个人 对 他想表达的 就是奥德修斯 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伟大 他也就是说 现代生活中的现代问题 就可以隐喻到 就我刚刚说 就是你 一个男人老婆出了鬼 就可以隐喻 其实实际上是同样的 我觉得 我比如说 我读一段 就是说 我这是来支持 我的一个论点 就是说 你得是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英雄 你还是得是 乔伊斯笔下的人 才能是一个英雄 他走进了一个酒吧 然后 我这是我第一次读这个中文版 所以尤其有字不认识 我现在读一段是 布鲁姆在一个酒吧里吃中午饭 然后 就是他的 吃了 他已经可能咽下一大半以后的心理活动 喝了一口酒 说 葡萄酒的文火 暖起了他的血管 我太需要这杯酒了 近来觉得自己气色不佳 他那双不再饥饿的眼睛 打亮着架子上 那一排排的罐头 沙丁鱼 颜色鲜艳的龙虾 人们专挑那 古丽古怪的东西吃 从贝壳里 海螺里 用针挑出来肉吃 还从树上捉 法国人也吃地上的蜗牛 要不就在钩上 挂上鱼耳 从海里 鱼可真傻 一千年也没有学乖 要是你不晓得 随便往嘴里放东西有多么危险 有毒的浆果 犬强微果 圆肚肚的 你会以为蛮安全 花哨刺目的颜色 会引起你的警惕 大家传来传去就知道了 让狗先吃吃看 会被那些气味和模样吸引住 诱人的水果 圆锥形的冰淇淋 奶油 本能 就拿橘子树来说吧 也需要人工灌溉 布莱布特洛伊街 是啊 那牡蜜怎么样呢 难看得像一口痰 外壳也脏里肮脏 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熬得开 是谁发现的 他们就从丢弃的残坑剩饭 和下水道的污垢里长肥的 就着红岸餐馆的牡蜜 喝着香槟 倒是能促进信誉 春药 今天早晨 他还在红岸餐馆来着 在饭桌上 他活像一只老牡蜜 我想说的就是 就内心要丰富到这个层次 就是得有一定的学问吧 我觉得你的问题 我跳出来看 就跟咱们以前 读那个Doris Rising Lessing Lessing说 Lessing的主人公说 就是说小说有好多不同 一种是反映社会现实 对吧 像什么托斯卡纳阳光下的什么 生活之类的 托斯卡纳阳光那种 就你觉得 你不知道托斯卡纳 肯定很想读读那本小说 是怎么样的 但另一种是他理想当中的 他肯定是要 肯定还是要给你一个 平行宇宙的 对 给你一个世界观 给你一个平行宇宙 给你一种 毕竟是跟现实生活 不一样的东西的 肯定布鲁姆 不是一般人 这里写的 他是把自己都写进去了 但是他的意图 还是想说 一个小自然阶级 一个广告 广告男 像你说的样 可以是现代生活的英雄 他每天conquer的问题 我同意 对对对 作者的意图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书是 毕竟是个文学书 他是那种 是那个来新的女主人公 幻想那种更高级的文学 是肯定是 不是这种布鲁姆 这种又是广告男 又这么有学问 这么有思想的人 并不多见在生活当中 你要找到现实版本 并不容易 你们不觉得 他妻子内心也很丰富吗 是的 他也抗坑了很多问题 我觉得是 我们可以聊一聊 这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 回到了莫莉的 就是莫莉的一段 心理活动的描写 我觉得他有点像 莫莉在半梦半醒之间的 一些意识流 或者是叫做抑郁之类的东西 他虽然是讲了 他情欲爆发的 从一个男人 到另外一个男人 从初恋 然后到情人 再到他歪歪的 斯蒂芬 就一堆男人 跟他们怎么样发生关系 但他其实中间夹杂了 很多他小的时候 他的家庭对他的影响 他在很多城市 在直不如头的时候 他看到那些东西 然后甚至包括 他对一些 时事的一些 小小的判断 我们不能叫做判断或评论 只是那种意识流的东西 一带而过 所以他不是那种 纯肉欲的 就是我就是性啊 性啊性啊 他其实是肉欲情欲 然后我 我怎么去消解这个情欲 然后他又压抑不住 又烹发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他也是一个内心极度丰富的 不是一个粗鄙的女人 但是他还虚容 我觉得他算是一个粗鄙的女人吧 我在我看来是相对 就是你说他内心丰富是 说有一大堆事情 在就是说他 他没有脑死亡 但是但是他在想的事情 还是我觉得如果要 跟布鲁姆相比 他还是没有那么深邃 我都会觉得是稍微有点性别歧视的 因为这毕竟是个男性作家 笔下的一个女性内心 我都想知道他是怎么去了解 他就是诺拉 这个这个已经被人公认过 就是他的妻子 就是酒店女招待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 然后这个普通人的七情六欲 其实就是没有那么去自己独立思考过的 所以你发现没有 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像布鲁姆一样 相对完美的女性角色 就因为人比较少 他其实书里有很多女性 那包括他在海滩上歪歪 对不是妓女 就是虚荣的女子 要么就是虚荣的女子 就大概就这几类 对但毕竟乔伊斯 他可能这里是把他自己寄托在布鲁姆身上 所以他没法再 他老婆就算是最直扎的 对 他也是很欣赏这个 包括他老婆诺拉 还有这个莫莉这种人 因为诺拉也是碰到他 他们很久也没有结婚 所以其实诺拉虽然是一个酒店女招待 不是那种那么知识分子化 但是他在行为局是长一不俗的当时 就彭姐没有结婚 知道很晚才结婚 而且反正他们也太 称赞过诺拉是一个特别honest的人 就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honest上面 就可能也符合他这种现代主义者的 这种去浪漫化的需要吧 对对对 我会觉得因为可能特别从乔伊斯的角度 他会觉得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的道德观 和他们的举止是虚伪的 对的对的对的 起码 对所以在他笔下那些 不管是澡堂子还是酒吧里的人 虽然他们可能俗话粗一些 但是还是我们讲的真诚的 还是没有那么多伪装的 对 我觉得这个诺拉 他一定是有一点点女性解放的 因为他比如说 在性方面肯定是 对然后因为乔伊斯 最著名的就是泰拉之间通信 然后非常的就是说露骨 这个可能比尤里西斯要更值得一进 然后那个诺拉也说过 他说 I'm not sure my husband is a genius or not But I'm sure he has a dirty mind 对 所以就诺拉还是一个不寻常的人 至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 虽然他不是一个受过什么 多尔多尔教育的人 所以乔伊斯一生也只有这么一个正式的 我觉得 对一生也就是 就是还是挺对他 还是蛮忠诚的 还生了俩孩子 最后一直生活在一起 虽然很晚才结婚 都一直没娶他 可以的 对对对 莫莉还是可以的 但也许真的是事丰日下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会觉得 莫莉讲的这些没什么好 就还OK 就没你没有觉得要值得被禁 值得被禁吗 就是我确实是不喜欢这个人 但是我又不觉得这个人有什么出轨的 大问题 因为我想每个女人 她只是分为实质性出轨和 和幻想中出轨都会有吧 就会像 我觉得融合 但是她确实有点像是一个 多林的共享单车一样 她真的立了 立了好多人 确实我们在节目中出现 以至于我看到诺娜 就是Molly这一段 我就会 让我重新去想 之前和布鲁姆打交道的这么多人 全都在她家睡过 然后 我想任何一个现代女性 如果是一个人我觉得还OK 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觉得我感觉是 如果你看乔伊斯和她老婆这种形象 乔伊斯是一个病病弱弱的 对吧 眼睛半瞎 然后也长得深度近视 对于这种眼睛 然后长得也一般吧 然后她老婆是高大健壮的 至少是 丰满的 就像茉莉一样 我纯粹是就是说 观察经验性的一个总结 但并不是说我有什么道理 就这种体弱 但是学富5G大脑特活跃的人 她会寄 她的fantasy都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 她 没准她很喜欢她老婆 或者幻想她老婆 去跟别的人这样 他会得到某种形式上的满足 我不知道我这个起着的过程 是这样的 你不明白 你其实就是想说 他们两个人心意都是很强的 然后 我们说的比较直接 一个是通过幻想 一个是通过实际 是吗 一个人把自己寄托到 另外一个人身上 因为你马上就会背劲 你赶快把这个人给剪掉 我们说了有成人内容 请辅导家长收听 然后 但是这里面的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觉得小说里有一个交代 我前面没有看懂 我是这样最后一章才看懂的 他们失去了一个儿子 对 他们一开始就写到了 小说里有详细的记载 他们每一次滚床单的 就是年月日 然后以及和他们 生小孩的时间的关系 和怀孕周期的关系 因为首先就是 他们天主教家 就是国家是不能避孕的 那个年代也没有避孕方式 然后 所以这个男孩死了之后 他们就没有再 就没有再上过床了 所以你开始一讲 就是他是有什么 性功能障碍 性功能障碍 我说他其实只是 可能心理上也有 仅限于他们两个人之间 有性功能障碍 就他们跟别的人都可以 可是他跟 就跟他通信的那个女子 他们俩是不是没有实际 发生过什么关系 只是柏拉图式的通信 所以就像我说的那样 有的身就是 特别是学究型的 体弱型的人 他的所有欲望都冲过 fantasy来 来来来来 来更加 满足 他其实没准他到了现实 真的女子到他面前了 他根本没法弄 他根本就是 也就没有那个 我的理解是 因为这个文字实在是看不懂 所以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 我的理解是在这个小说的 在这一天中 他是有自己解决这个 当然就是 他这一天是自己解决 但是之前他是 他是逛窑子的 他是 逛窑子又不 我觉得又不一样 跟你心里 就是激烈向往的 可能 我不知道 因为 因为你可以就躺那 反正就是 可以确认的 就是他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已经比尤里希斯更加可怕了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纠结于 他有没有发生过那种事情 太真诚了 我们有说什么吗 我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还可以 但是你 我们可以把笑的 这一段时间 就显得很震惊 挺好的 挺好的 这就证明了 这本书是 所有难懂的书里面 最有喜剧感的一本书 内力十足的书 我是觉得 他是搞 就搞笑的地方 还有点多 挺多的 挺多的 关于 就是他是那种 荒诞的 荒诞 他有一张超荒诞 但很有趣 就是他幻想自己 当总统了 国王 然后又被民众给推翻 就是 然后一会儿又被审判 然后有一大堆女人 跳出来说 你用目光猥亵了我 就是很 他还是高级黑了 所有每个阶层的人 对 就是那种无产阶级 对给这个统治者的要求 他也在高级黑 对 然后那些 对 你说的这些 贵妇们的 这种虚伪的说 其实那种虚伪是 被压抑的 对 那种虚伪 然后有很长一段 非常像SM的描写 那些贵妇说 用鞭子抽她 抽她的屁股 然后她又很高兴 说来抽我吧 对 他最后一张 莫莉去跟神父祷告 那个也很奇怪 莫莉就说 她可能做了什么 不好的出轨了 去跟神父祷告 然后神父就要 很具体的问 对 怎样怎样 怎么弄 对 她心里就想 这重要吗 然后后来又好像 直接就写她和神父 怎么着了 对的对的 神父拍了她屁股吧 没有没有 她就跟神父 应该是就睡了 对对的 我忘了是谁 就说过 确实尤利西斯这本书 当时写出了 很多以前 就是在尤利西斯之前 他伟大致说 是从未在文学中 表达过的人类 真实的想法 对吧 以及上厕所 对对对 确实是 就从未在尤利西斯之前 从未特别真实 而且不止一次的 表达出来 大家都肯定是这样 就有的人是这样想过的 对吧 然后我都有点震惊 就是说 以前文学作品里 没有写过 就是出工 或者上厕所这件事情 还有放屁 还有对对对 以及 大量的写 茉莉写 非常详细的讲 自己怎么控制住 那个屁 天哪 对 不仅这样还写 当时 就是在这个商品经济的初期 还有广告 专门来 就是控制 是帮你放屁的吧 是帮你把屁都放出来的吧 不是让你放不出来的 我不知道 我忘记了 是有一个产品吗 然后讲那个产品 还讲了好多用户的那种 买家秀 然后里边包括一个乞丐的买家秀 然后这个乞丐就说 这个商品用的特别好 要是我当年当兵打仗的时候 就有这个 就给我们发这个东西就好了 你就看它高级黑了多少层次的东西 而且其实让我 你说到这让我觉得特别意外的 就是他的市井生活的描写 真的很细 就他有一段想 讲他去配那个化妆水 真的让我都惊讶了 去一个药房 给他太太配化妆水 要用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配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 消费的东西好好啊 就确实你会觉得 那个社会和我们今天 看起来除了手机之宝 没有那么大 对 而且就是特别是和今天的中国吧 因为中国不是刚改了开放 也没几十年 就是他里面布鲁姆有一段描写 他的理想生活 他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他不就是想要一个有地铁的雪区房 然后有一个花园可以种点东西 然后他真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说 顺意他想要 他想要顺意 对吧 对的 他想住在幽山美地 海洋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区别 就真的没有区别 然后我也是在想 就是人是到了 这个是工业革命造成的梦想吗 因为你去问奥德修斯 想要什么样的理想 他可能不会说 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说 他不就是想回到 但他都是个国王 对 伊卡塔也不是最大的一个国家 对 然后还问他说 他可能再 如果再要什么 再要什么 你要什么的 他想要养个兔子 就这些很非常中产阶级的想法 他也没有说我要一个庄园 但是别人又 这个做这个书里边又问他 你怎么才能达到这个 有什么可能性啊 倒数第二章的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的那一答 特别有趣 到后来问他的可能性 他就是说什么 如果有什么罗什查尔德家族 给他留了遗产 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就是在这个人生中 他的这个梦想 就作者知道是不可能实现的 为什么让大家这样一讲完 我觉得这本书 蛮有趣的 而且就是我们读懂了的那10% 就已经蛮有趣的了 对 其实你不得不说 就是说陶一丝这个人 一定是一个非常 就是还是很有很有趣的人 现在 现在主义对活好 真的是活好的人 就是你即使 我记得我是跟一帆讨论 跟谁讨论 就是活就是态度 对 不解释 不解释他有什么 这个态度 那个态度 同意谁 或者赞 赞上谁 但这个活就在这 你没法绕过去 所以我觉得他 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他还是一个很伟大的东西 这个东西 好呀 那我们最后 大家还有什么想补充说的吗 我要不要说一下 你说的那句话 好呀 对 因为我注意到 他反复出现了一句话 我就是 我就想说 然后你们再接着说 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 叫做人生只有一次 肉体只有一句 然后一番找到的英文版 他写的就是 One life is all 句号 One body 句号 这个我想给大家说 这个一个是表现 他这个肯定是一个 他这书的精神 还有一个就是中文译本 和英文原文 有多大的差别节奏感 这就我想说的 我想说说 就是这种 这本书的阅读方法 它确实是很难读 前第一章 很难去坚持下去 然后我觉得 大家听了这个节目 大概理解了 人物关系和梗概以后 有吗 我觉得大家 你没有听听 不妨吧 你就随便翻开一章 然后就开始读 你不用抱着那种 特别要弄懂 对的 千万不要 关系的那个态度去看 人家关系就是高高的痛苦 对 就会像我那样痛苦 甚至可以迁读最后一章 对 对 你直接看最后一章 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觉得 Molly的很多心理的描写 其实是现代女性 都能够理解到的 而且不会觉得 她怎么过分 然后你再来看 这个男票今天干了什么 对的 没问题 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小建议 没准你更理解 这男票 因为直晃不回家 对 因为这个我刚才 不知道有没有说完 可能被打 我自己打岔了 就是最后一章 我突然意识到 他们儿子死掉的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 可能作者并没有想把它弄得那么关键 但只是在我们现在的这种 我觉得最近几年 或者是当下 当代的文艺作品里面 这种小孩死啊什么的 是一个特别大的痛苦 甚至被 因为现在是 一个是独生子女 一个是医疗条件好了吗 在那个年代死一个小孩 可能是相对平常的事情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女儿 对他们还 对对对对 但是他无论如何 还是会让我重新去思考 他们 就是所有的事情 为什么 他要在外面游荡 为什么他对 斯蒂芬的这个兴趣 斯蒂芬的感觉 斯蒂芬是个男孩 然后他是一个 父子之情 对 他还是缺 缺一个这个 只不过他的这个 他变态的地方 就是他又会觉得 首先我们知道 他老婆跟斯蒂芬的爸睡过 在这个树立游家 然后他把斯蒂芬带回去 他是不是想让斯蒂芬 和他老婆再怎么着一下 然后 我觉得他有这个想法 他有这个想法 然后 因为他让斯蒂芬 叫他太太意大利语嘛 对 还说了 我们设计了好多课程 在我们家上 在他们家上 然后再换别的地方 乔伊斯就像那样的人 我觉得 对 然后他又觉得 这个东西可以弥补 或者是填满 他们三个人能够让 他们的关系 或者是怎么样 开放的婚姻状态呀 但是你知道 这就是他所谓的现代英雄 丧子之 就 我是一个母亲 我知道丧子之痛 是人生很难克服的一个东西 真的 所以说 不论你觉得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或这个时代 丧子之痛是很难 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 我觉得 乔伊斯虽然没有重点写这个 但他也是一个 说他的一个现代英雄的意义 其实要克服这件事情 并没有那么容易 但是他们还是面对他了 对吧 然后 就是用他们的方式 或者是态度去 而且最后 我忘记说了 对 咱们不是都 肯定都知道 最后是用yes结尾的吗 这本书 是是是 对 是就是 莫里对 就是对 说yes 对 其实是 这个是很多文学评论家 就是因为喜欢乔伊斯 就说这个 所以乔伊斯这本书 还是关于爱和正面之书 虽然他很恶毒 很反讽 然后很猥亵 甚至怎样 但他实际上是肯定现代生活 肯定 每个现代人的欲求 肯定 就是说 还是有爱这件事情 存在的 那肯定的 对 这么一本书 这是一派文学家的意义 有爱这个东西存在 我就想 不 他这个爱并不是说 就是说浪漫主义的 对 他不是这种爱 古典主义的爱 我觉得他的这个爱是这个 他里面有一个细节 他对Steven也是一种副情 他老婆已经睡着了 他上了床 然后他把他老婆和他情人在床吃东西的那个残渣给拔到地上去了 然后看到了另外那个人在床上在床垫上的痕迹 然后他想了一通以后决定什么也不说 这样最好 我觉得是这种 对 这个其实是一种 是他的所谓的成熟 或者是人需要 或者现代英雄需要去权衡 或者是选择的东西 好现代性 就是很成熟 对 就是一个很成熟的人 就是他 相比之下 我觉得特别神奇的 就是他既渣嘛 他又不渣嘛 你不觉得是有这种感觉吗 就他所有的细节 床上还有痕迹 这是一个多么渣嘛的细节 但他表现的又 又真的是每一个人可能 你面对这个时候 你无奈 你只能这么去做的一个不渣嘛 他都不是无奈 他都不是无奈 他都觉得 特别合理 是吗 对 我觉得他都觉得 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你说的对 他觉得这个不重要 而且他 他进入的那个细节描写 都会 反正就非常细节 就他都会去设想 他老婆做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这里面可能存在的 其实可能也 并不如他老婆意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理解 就是我也不太清楚 他在描写一些事情的时候 到底在描写什么 然后我最最后想说的就是 我还是能看到一些 经济层面的一些叙述 然后非常 而且非常非常的超前 他里面 起码我记得有两次提到 第一次他提到 他肯定写这本书的时候 在设想 在未来爱尔兰是会独立的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政治理想的 一些所谓的utopia的描写 在他梦想自己当总统的时候 但他在不同的 另外的两个场合 一次又提到 他说我们的国家 完全有可能 在每个新生儿出生的时候 给他们多少钱 然后这个钱 5%的利息就可以让他们怎么怎么样 那 然后在另外一个晚上 他跟那个航海员 还有斯蒂芬布鲁姆 他们几个在一起的时候 也有聊到 有没有可能 就是国家的税收中 能够给每个人 每个月一笔 保底的基本工资 那这个 其实在现在是叫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就是 每个人都能拿到的一个基本收入 然后这样可以 让他们不需要为温饱去选择 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哇 我就觉得 好酷啊 是 他那个国王演讲里 还有好多好玩的 什么给每个私生纸 多少亩钱 对 然后什么 就是妓院和教堂 都24小时开放 这个是反讽吗 对 是反讽 反讽反讽又是一种 那个乔伊斯说过 他最喜欢奥德赛这个人 比喜欢淡丁 喜欢福士德 还要喜欢 他就是因为 这个奥德赛这个人 特别像现代的人 现代人有好多身份 比如说你同时 奥德赛因为他同时又是 丈夫 爸爸 战友 战士 领导 国王 然后就是所有的身份 他都有 所以他要平衡 就是他要 做这所有身份做的事 要 responsible for 就是所有的这些identities 所以他说 他这个很像 因为现代人 难免有很多身份 你再不想有 你也得有很多 所以他就觉得 这是一个 就可以 布鲁木也有点这样 朋友又是这样 就是很多身份 然后我就再说 补充补充不完了 一个细节 其中一个 没太相关的细节 就是乔伊斯本人 他不是也 作家 就相当于没工作 然后他中间 还有一个生意的事情 就是有人出钱 在奥匈帝国的人 出钱 让他回杜博林 开第一个电影院 然后他还中间 搞过这个创业 搞家了吗 我也不知道 然后第二件事情 就是在这本书里 他的女儿 不太出现的 这个人 Mili 他的职业 是当时非常实心 和现在所有人 都做的事情 他是一个摄影师 对 他是个photographer 但是乔伊斯和 Nola的女儿 也很值得 就是 也是这个职业吗 我忘了发现 就是一直在提这个女儿 那这个Mili 在书中的Mili 他是一个photographer 那我们今天来看 就乔伊斯 我们说他都是 开启现代主义的 那我们今天 所有人都在拍照 po照片 就是他其实可能 已经意识到 照片这件事情 是属于未来的 这个是他下一代人 会做的事情 而且在当时 他描写的那个时代 照片这件事情 也是很时髦 是非常modern的事情 对 摄影是一个 虽然他发明可能更早 但是当时是 就是说所谓 普通人能够买相机 成为photographer 这件事情 而不是科学家 在实验室里 做的一个事情 非常罕见的 是刚刚开始出来 成为商品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 有一个 还是一个中文名字的 一个学者 在写了一个博客 他就想到 为什么没有人 去聊Mili这个人 然后作者 其实安排Mili 当photographer 是有深意的 然后他也想说 当photographer的人 或者是作者 心中觉得未来的人 其实是被技术 裹挟 或者他们的生活中 越来越多的出现技术 然后技术会占据 更实际的生活的东西 或者人七情六欲 或者是更 更加复杂的 或者是更麻烦的 更肮脏的东西 就尤里希斯 花了很多笔墨 写的这些东西 这些问题 可能在Mili的生活中 都不存在了 因为他可能关心的是 这个更新的相机 是什么型号的 然后关心的是去拍照 然后但是那个 照片照下来的 那个东西 和艺术家画出来的东西 或者是文字 积累出来的 这个东西 是不一样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过度解读 但是反正 我觉得他有 我不知道这个学者的意图 但是我倒觉得摄影 他有一个 就是跟尤里希斯 可以相似的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 给你们俩拍一照 这边 但是我没办法删去 什么高高的水壶 紫色的后面的植物 你的冰箱 包括冰箱上所有的冰箱贴 都在 所以更像是 对 所以尤里希斯的写法 就是对吧 就这样 你看 你们俩是主体 虽然肯定大家都能 立刻感觉到 但是所有这些东西都在 就是泥沙居下的 这个 这些 这些噪音啊 是的东西 全部都在 我不知道摄影是不是 反正摄影是一个 很modern的事情 这是肯定的 对 有乔伊斯 也有这种启示 对但这个是幻觉 这肯定是一个 大师的精心安排 总之 咪里是我觉得 这本书里 我觉得很美好的 一个存在 就我很蛮喜欢 这个人的 唯一的 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他有跟他爸爸写信啊 然后他妈妈的话里 也有描述 他女儿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状态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录到这里 谢谢大家 非常 六月十四号 不要忘记读 对 大家可以先买来 然后六月十四号 十四号是 布鲁姆日 对 然后 读了的话 就给你一番发个信 对对对对 然后真的不要害怕 读这本书 我真的准备读第二遍 是的 是的 不要害怕 这本书还是 我2030年的书 读第二遍吧 不要有压力 然后我们保证误读会 下一次会选一本 薄一点 对 尽量大家都看过的 因为前两天就有人说 我那个青色笔记 还没看完呢 你们都看完了 好吧 没事 我觉得这个也有好处 就有的书哈 要不然永远 对 没有一个刺激 你永远都不会看 你一辈子也就错过了 可能至少 比如说我们 可能不是所有 肯定不是所有 都会去读 可能有的读者 就拿起来翻一下 或者是去网上查一查 这书到底怎么回事 也 对吧 也没被 也对他的人生 有一点点小意义 或者怎么样的 对 我是这样想的 现在我已经读过 战志明和平和尤里希斯了 你还读了何马史诗呢 对 但何马史诗已经 就是他有点边缘化到 不是一个 难读的书了 或者是 对 就是大家 他不在这个考虑范畴之内 何马史诗好有趣 好好读 我现在觉得每一本书 都比他简单 太好了 我觉得我们 conquer过这个了 对吧 以后就是 小case 其他的都是 可以要读钱中书 我还没讲钱中 要不然讲一点点 那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 因为有人曾经推荐说 可能中 就可能在一些中一本出现之前 就说可能只有钱老 就钱中书先生 可以翻译这个 乔伊斯的尤里希斯 因为钱中书是可以 一边译 一边发明新的中文词的 中文词语的整体是不够的 钱中书接到了这个信息以后 就说 我是不会去做这件事的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 对对对 他说 这无异于一场 别开生面的自杀 所以 所以钱老还是 还有自知之明 我不能叫自知之明 就是我觉得钱中书是一个 就是些蛮狡猾的 就很知道乔伊斯 对对 所以他不会去挑战自己 搭上自己一世英明 去做这件事情 我都还在想 我要不要在对话中加入一些 我在就是尤里希斯里学到 或者是看记下来的单词 好那你以这个来结尾吧 我印象中最深的是一句相声词 就是那个钟楼敲钟的声音 在 我一直在想这是什么鬼 在中文里我刚才看到了 就是叮咚叮咚叮咚 有一个就老有钟声 远远处的钟声 所以你翻译的是什么 英文里的那个相声词 一直是嗨狗 嗨狗 嗨狗 我才想什么钟声 这本书里他把很多声音都赋予了特别 一个特别的声调 就是包括喵 就是猫叫 它不是喵 它是那么一种叫法 就是喵仔说话的 对对对 猫看这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活的 这本书里面 比如后面那个记者的扇子 也会说话呀 什么 也在说也是什么话 就是很多 那个perspective 也不仅仅是人类的极限 其他的几十年很多的幻点 对的对的 所有人都在说话 好吧 好好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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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收听文化土豆 如果你想支持我们的节目 请成为文化土豆的付费会员 去年5月加入的第一批会员 现在到了要考虑续费的时候了 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官网 culturepotato.com